是你啊 這麼晚了你還來啊 對不起啊 晚來總比沒有來要好吧 跟人約好了要來 當然要守信用啊 真的很對不起啊 我是因為 都這麼晚了 你還是先回去吧 好吧 那我明天再來 我要回集安了 集安 是啊 我明天就不在這裡了 那 那我可以寫信給你嗎 寫信啊 我要問我二哥 對 卓小姐 收到這封信的時候 你應該已經在集安了吧 我還是想要解釋一下 我那天遲到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我有一個女學生 也叫秀蘭 她叫小蘭 她每天背著弟弟 還堅持要來學校上課 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聽說她爸媽收了人口販子的錢 要把她賣掉 家庭訪問的那一天 我為了跟她爸媽搏感情 一杯一杯地陪她爸爸喝小米酒 老師 我們再喝一杯 好 我不能再喝了 感謝老天 她終於被我說動了 他們不賣女兒了 而我 就是因為喝了太多的小米酒 才遲到的 才來不及感到封閉迷場的 卓小姐 我可以叫你秀蘭嗎 你的回信我收到了 謝謝你給我的鼓勵和加油 只是 因為學生被賣掉的事 讓我感到好挫折 我覺得自己很沒有用 我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學生有難 我卻幫不了他們 秀蘭 妳能體會我的心情嗎 我能 我能體會妳的苦悶 就像大鳥失去了羽翼 有抱負 有理想 卻不能伸展 明德 人生的挫折都難免 不管風雨再大 都要勇敢往前走 風雨中 我願意和妳攜手同行 為了那些無助的原住民孩子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